又到了今年的端午節新菜報報 我們今天人在哪裡啊 台北老爺 其實看我們身後的景就知道了吧 太好震了 我記得我們之前有來採訪過他們的這個肉粽 那一次採訪完之後 讓我們破費了相當的多 念念不忘 對 我就自己本身就花了不少的錢 買了相當多的這個肉粽 那他們今年有幾個呢 是去年真的很經典 我們也一直很希望說 他能夠再製作不要淘汰掉 吃不到就會難過 對 然後結果他們的主廚呢 今年又偶心力血 也創造出兩種新口味吧 我們今天就來為大家來試吃給大家看看 到底有多好吃 或者是不好吃 來 卡妹我們就來開吃吧 今年的新口味 對啊 它這個喔 它裡面有用兩種肉耶 用腿褲肉 還有什麼三層肉 加上什麼油蔥啊 什麼菜脯啊 我們來吃吃看 我吃到蝦米了很香耶 嗯 乍吃之下 它這個味道有點類似 就是一般我們傳統在外面賣的 那種肉粽的味道 因為它是台式的肉粽 好味啊 它的好吃是在哪裡呢 精選的用料 它的這個控肉喔 它是先處理過之後再包進去 所以它這個味道整個超香的 而且它的這個肉呢 它這兩種肉吃起來 不同口感 我特別喜歡的是飯 那個飯好香喔 我覺得台式肉粽就是它這個肉粽裡面它有加調味 有一點點微微的鹹 嗯 感覺它也不會很鹹 而且你吃這一顆喔 你根本不需要加醬料 嗯 真的你如果加醬料 你就完完全全破壞掉它這顆的味道了 愛吃台式肉粽的朋友啊 這一顆喔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喔 然後呢 卡妹 到了我們的老朋友了 你看這一顆喔 也是去年喔 我記得去年就有參加評比喔 它得到一個最佳的創意 為什麼呢 因為它使用了牛臉頰肉 以及這個特別的這個咖哩 以及加上很多的食蔬去熬製 然後 也是剛剛切開的時候 你有發現它還牽絲耶 對 其實這一顆在前兩年的時候呢 它就是非常的有名氣了 老爺飯店很多原本喜歡的客人 指定說今年一定要保留的喔 嗯 你看 咖哩的香味 還有那個蔬菜的甜味 跟那個滷汁滷在這個飯裡頭 整個嘴巴都沖起來喔 哇 卡妹 嗯 吃了那麼多 嗯 來到了今天 我真的一定要再跟各位分享的這一顆 我們上次來這邊 幫老爺飯店開箱肉粽 讓我噴了不少銀子 記得我買了好幾組 這真的太好吃了 對 而且說真的這一顆 它化成灰我都認得 我真的是很能辨認這一顆耶 所有包含我們的工作人員 一聞到它的味道就知道它了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花雕雞 我覺得老爺這顆是必買耶 對 這真的是必買 這個味道真的是太棒了 花雕雞 來我先吃一口 太懷念這個味道 好香喔 嗯 你就跟它一年一見 真的牛郎 雞女 好懷念的味道喔 我再跟各位再重新講一次它的好吃 它有很濃郁的酒香 嗯 而且它這個喔 它不是說酒的那種嗆啊 它是清香的 對 非常的迷人 然後它這個雞肉呢 煎完之後呢 可是它又有嚼勁 又很軟嫩 我覺得它應該是雞腿肉吧 我可以猜 它不會給你那種傳統的那種肉粽的油膩 它這一顆就是喔 你如果自己沒有去聞到喔 它剛煎好 剛出爐那個香味喔 大哥在這邊啊 傑西凱在這邊 再跟你講再多的話呢 你也不太相信 它這一顆有多好吃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也已經拿到他們的訂單了 那這一顆絕對也是今年必定的 送禮絕對會送這一顆 每一年的冬午節 他就會想到 某某某某曾經送了我們 很好吃很好吃的肉粽 嗯 超棒的 卡妹 這一顆素粽喔 我真的要很隆重的跟各位介紹喔 它連續喔 三年喔 都是評比為最好吃最棒的素粽 老爺酒店喔 你也知道它跟日本關係也相當不錯 所以他們今年用的裡面的像這什麼 杏鮑菇 杏鮑菇這些什麼東西 什麼豆皮 他們是從日本原裝進好了 哇賽 而且它這個味道是經過他們主廚 用過很多很多材料 發現這樣的組合 味道最香 口感最好 然後也最好吃 大家也知道我其實是不吃素的 他們喔 是唯一 這幾年拍下來 所有所有的 是唯一我真的 最真心最愛的第一名 No.1 就是他們的素粽 講了那麼多 來哥吃一口給各位看看 好 它裡面有那種滿滿九層塔的香氣耶 它真的好香喔 所以吃素的朋友 吃肉粽 又想要吃素 那就吃這顆全素的三杯杏鮑菇粽 接下來他們會有兩款甜粽 我會有解析哈 來為大家 吃給你看 今年的新口味 這是什麼 松子紫米地瓜 哇 好厲害 看到紫米你就知道它是很健康的喔 我吃一點 而且 你不是說你最喜歡最喜歡的地瓜就是 金山地瓜嗎 對 他們就是裡面選料就是喔 但是我是喜歡地瓜 我不是喜歡吃這種甜肉粽的地瓜 你要try try看啊 好啦 好啦 怎麼樣 好驚喜的表情喔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個人本來就很喜歡紫米 然後它裡面加那個松子的口感 是有畫龍點睛的效果的 而且你仔細品牌 它會有那個桂圓的香氣喔 其實老實說 怎麼那麼好吃啊 真的我本來是不吃甜的 松子很好吃 可是它這個 我覺得它最厲害就是 因為它有加了這個龍眼 對它這個味道真的很香 然後它再加上這個地瓜 我覺得它這個味道真的是很搭 非常好吃 這個甜粽喔 它打破了一般常人喔 對於就是吃肉粽會胖的一個迷思 他們這個主廚呢很厲害 他想出了一個就是好像減熱量 減澱粉的這種製作的一個方式 裡面一看就知道就是黑芝麻 外面看起來好Q喔 對 它這個是外面這是什麼皮啊 金瓜 金瓜是南瓜 不錯喔 嗯 外皮好Q喔 它有一種麻糬的口感耶 真的假的 真的有那麼Q嗎 我不應該告訴你的 那你就會有點驚喜 真的好Q喔 可是超像麻糬的 對 非常非常的Q 而且它的這個芝麻的這個內餡 其實黑芝麻是真的很養生耶 而且好香 搭起來喔 它的皮沒什麼味道 也沒什麼甜味 嗯 可是如果說你連著這個餡這樣一起吃的話呢 味道就真的變得相當的好耶 最重要一個消息一定要告訴大家 嗯 5月22號之前 如果呢 你提早訂購 有怎麼樣 早鳥優惠 對 有早鳥的優惠喔 買東西 一模一樣的東西 還可以便宜 現在景氣 感覺也不是說好像 欸欸欸那麼好 因為有些行業 還滿受到衝擊的 5月20之前 一模一樣的東西 還可以讓我們省錢 趕快下去 訂一訂看吧 好 好